大家好,我是小青。 今晚我要分享一个关于泰国奇谈传说的故事, 它被称为蒙鬼酒店,卡丽娜酒店。 有留意新闻的人相信会对这则新闻有印象, 那就是有关十多名因为航班延误而被迫滞留在泰国的游客被安排入住在这里。 这些游客之后做出投诉,原因是他尝试以遥控器将电视吸掉, 但是电视却不能被关掉,直至节目播完才能关掉, 因此他认为有灵体强迫他必须看完该节目才可以关电视。 并有通行者称在半夜的时候一直有敲门声, 而且走廊也传来许多怪声音,开门后又看不到有人。 之后,他们得惜原来这里频频出现怪事, 如拖鞋在空中飞来飞去,厕所门口自动开关等等。 真人真事,现在,请听我细细道来。 在泰国曼谷的市中心,有一家名为卡丽纳酒店, 是一栋历史悠久的建筑,建于上个世纪。 据传,这家酒店曾经是一家庙宇,然后被改造成酒店, 但是在改造的过程中,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小刚和他的朋友们听说这家酒店是泰国十大猛鬼酒店之一, 他们决定来这里探险一番。 他们走进酒店的大堂,被吸引住了。 大堂内有一座巨大的佛像,它看起来古老而神秘。 小刚和他的朋友们感觉到这里充满了灵异气息, 他们有些不安,但还是决定入住。 他们被安排住在酒店的五楼,当他们进入房间时, 立刻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这让他们不禁打了个寒颤。 房间里的装饰非常老实,古朴而神秘, 但是房间内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他们开启电视,但是电视节目似乎无法关闭, 就像前一批游客所说的一样。 他们听着电视的声音,但是感觉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盯着他们, 这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 深夜的时候,小刚和他的朋友们被奇怪的声音吵醒了。 他们听到楼道里传来敲门声, 然后又传来一阵阵哭声和诡异的笑声。 他们感到非常不寻常,便决定起床探查一番。 他们打开房门,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他们走到楼道上,但是却感觉到有一种诡异的气息环绕着他们。 他们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害怕,但是他们还是决定继续前行。 当他们走到厕所门口时,门突然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们感到非常不寻常,但是还是进入了厕所。 当他们走出来时,他们看到了一双拖鞋在空中飞来飞去。 他们感到非常害怕,但是还是不敢离开。 第二天早上,小刚和他的朋友们很早就离开了卡丽娜酒店。 虽然他们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但他们还是感到无比害怕和不安。 他们在街上遇到了一位泰国本地人,他告诉他们一些关于这家酒店的恐怖传说。 据说,这座酒店曾经是一家寺庙,被认为是一处灵地。 在上个世纪,一位曾在此寺庙修行的老僧人去世后,他的灵魂被困在了酒店里,成为了这里的恶灵。 不少游客都声称在这里看到了这个老僧人的鬼魂,他们描述他穿着僧袍,在酒店里游荡。 此外,还有人声称在半夜听到了老僧人的声音,甚至看到了他的幽灵。 听到这些传说,小刚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十分不安。 他们认为自己幸运地逃脱了这个可怕的地方,但同时也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地方仍然吸引着一些探险爱好者来这里住宿。 他们决定不再去这个地方,但是对于那些仍然敢于挑战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只能祝福他们好运了。 从那之后,小刚和他的朋友们再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他们将那个恐怖的夜晚视为一次无法忘怀的经历,也成为了他们与朋友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而卡丽娜酒店也继续成为泰国十大猛鬼酒店之一,吸引了更多探险者来这里体验恐怖之旅。 故事完毕,我是小青。 听完后,不要忘记点赞、分享和留下你宝贵的评论。 想听怎样的故事,请留言给我。